歡迎收看1月8號BAMOS晚體驗新聞 我是梁玉婷 今天中華職棒最大的焦點 就是統一是在南方購物中心 執行開訓典禮 而該開訓典禮上 除了公布春順的Logo 以及春順的球衣之外 也公布了今年新球季的新的主題詞 以及新的口號 No Fear 不至 3 2 1 請揭幕 其實冠軍就是最大的目標 然後我用了今年的slogan寫的 無懼無極限 無謂get champion 謝謝 掌聲鼓勵 統一是今天開訓典禮呢 除了公布他們的新Logo之外 也公布他們的春順球衣囉 然後春順球衣呢有哪些不同呢 像這個從原本的統一變成Unilize 然後顏色呢 也從比較深的橘色 變成比較淺的橘色 我覺得不同應該是頭髮變短 不是講我自己喔 不是 哈哈哈哈 我覺得是 我覺得更輕了一些 對 然後而且 我比較喜歡簡單化 就是不要太多的一些可能 Mark或是什麼 我覺得這樣很好 還有我比較喜歡 那個藍色的配色 因為黑色 我是覺得這件球衣穿起來 沒有辦法顯示出 字節的高顏值啦 字節啦 不是我 字節的高顏值 就是字節穿這件 字節穿這件 更顯出就是它的長相 此外 球衣師新人教練團 幾乎都有年輕教練出任 要帶給大家全新球風 而代總教練黃甘霖開市前 也親自打給每位球員 目標帶領成隊拿到總冠軍 當然就是目標就是 季冠軍然後總冠軍嘛 然後之前我也是還沒開運之前 就有打電話給哪一個球員 他的定位跟角色在哪裡 我現在用這種方式 就是有點美式風格 希望說用這種方式 讓球員心理上然後有一個安定感 希望今年可以表現跟去年不一樣的 一個不一樣的方向 今天童衛師開聖典的壓軸 就是全隊的球員簽名會 可以看到現場有很多球迷朋友 帶著球衣還有簽名球 來給球員簽名 想起來這麼多球迷的支持下 童衛師今天一定可以打出好身體 以上就是今天的晚安提示新聞 我是楠燕霖 大家再見 掰掰 掰掰